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收获千百滋味 近日 我国的首艘国产航母圆满地完成了五天试航任务 同时在大洋的另一头 法国的一艘大高乐号航母也在土伦港船厂重新下水进行大修 说到建造航母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需要有超前的设计理念 科学合理的规划才能够建造出一艘满意的航母 否则后续的问题很多 光维修费用就很令人头疼 中国建造航母的主要经验来源于瓦良格号航母的研究 可以说瓦良格号航母等于是我国国产航母的鼻祖 在瓦良格号航母之前 还有一个国家曾经愿意帮助我们实现航母梦 这个国家就是法国 法国人曾经想要送给我国一艘无锡号航母 而且是免费的 但是法国人有一个条件 航母的舰载机只能向法国买 航空母舰若要进行改造也只能在法国的船上进行 由法国工程师负责按照中国提出的需求完成 中国经过考虑后直接拒绝了法国人的好意 因为有句俗话 中国人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换句话说 你相信电信公司充花飞送手机的活动吗 到目前看来 中国当时这个决定是非常明智的 因为法国的代高论号航母现在问题不断 1989年开始动工 94年下审直到2001年才开始不易 整个建造周期长达10年之久 而且还是不断出现故障 还有动力不足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代高乐号航母作为法国最新的主力航母 连它都不断的出现问题 更不用说不惜号这种60年代的航母了 当时中国进行过评估 如果答应法国的那个条件的话 要花费超过10亿美元来购买 其舰载机和进行维修 若是格比亚三这种好事怎么会放过呢 俄罗斯曾经白送印度一艘航母 结果空了印度29亿美元 比新造一艘还要贵 其实印度人出钱帮俄罗斯恢复了建造航母的能力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呢 好了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关注我们吧 我们下期再见